这些酵素渣我想试试看 因为我们熬完酵素之后 这些液体的酵素可以用来液体肥 这些渣子我一般都是埋到地里去处理了 挺浪费的 我觉得我自己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做成有机土 比如说这桶里边 我一层土一层酵素渣 一层土一层酵素渣 这样给它们混到一起之后 看看多久能够把这些所有的酵素渣都给变成有机土 我们试试这个实验 因为后边如果说我有很多种植袋的话 用这个种植土比直接用酵素渣要好得多 以前试过很多 我直接把酵素渣放到种植袋里面非常不好 招苍蝇招蛆 所以说最好是把它们都熬成土了之后 再把它放到种植袋里用 那样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这个实验 试试看把这些酵素渣扔到这个桶里边 多久它能全部变成有机土 一层土一层渣 一层渣 一层酵素一层土 一层酵素一层土 这是简单的一层过滤 先用一个筛子漏斗 把比较大颗粒的残渣过滤出来 然后酵素液往下滴 这个液体其实还不算很纯净 还是要经过再次三次四次过滤才能比较清澈一点 现在只是初步的过滤 这个过滤的过程非常耗时间 非常慢 就是慢慢等 在过滤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是卡住没有进展了 就是这些食物残渣把下面的很细小的出水孔给堵住了 用一个器具在这上面搅拌一下 把那些堵着排水孔的这些残渣给它刮走 这样水就会往下滴 会快一点 要不然的话你有的等 可能你还等一下午 它也不一定能够滴得完 这样会快一点 我这里再把这些酵素汁给它提纯一下 把这些粗的颗粒给过滤出去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桶相对干净的酵素 以后我就可以用肥料对比实验的时候 这是酵素肥了 我现在装了一大桶的酵素土 上面又覆盖了一层碎木屑随便搞的 看人家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 我也这样搞了 上面再放一层碎木屑 据说是可能能控制这个有没有什么怪味道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会污染这个空气 这里还有一小桶 一小桶一大桶 弄了好多酵素渣出来 然后酵素汁呢 我这里还有半桶 这边还有两大桶 我打算给他们沉淀一下 因为仅靠过滤的方式呢 实在是太慢太慢 刚才那个那么大的孔的过滤 已经是非常慢了 要这么多 如果要过滤的话 这样把人累死 所以我打算把它们静置在外边 给他们放几天 放几天之后 看看它能不能自动分层 比如说大的颗粒它就自己沉淀到底部 然后上面是比较澄清的 你看放着一会儿 其实都已经开始有逐渐的分层了 上面会比较清澈一点 下面会比较浑浊一点 我们放几天看看吧 放置了两天之后 已经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分层了 我们把上面清澈的部分提取出来 就是一个简单的提纯了 还有我是把这些酵素汁放在了室外阳光之下 要知道阳光是会杀死这些酵素汁当中的细菌的 因为我主要是要用它来做水培的营养液 我不希望我的水培营养液当中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细菌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如果您是把酵素肥用作土耕的话 那么其实我不太建议您对它进行消毒处理 酵素肥最大的好处 其实就是它其中所含的这些有益细菌 比如说乳酸菌 它们进入土地之后 可以把土地当中的一些有机物进一步的分解 使植物更好的吸收 这才是我认为酵素肥最大的用处 是它的细菌 而非这些液体当中所含的肥料 所以看您的选择了 我是不需要其中的细菌的 如果说您是土耕的话 可能还是避免让这些酵素汁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 今天先到这里 后边我会对酵素汁再进行一个提纯和杀菌的处理 敬请关注哦 拜拜